《教宏法庭》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我是芷山 弟兄姊妹好 欢迎弟兄姊妹收看 《圣经好好听》这一个查经节目 言读神的话语是每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做的事 为了帮大家比较严谨的去读圣经 我们制作了这个茶经节目 希望对弟兄姐妹的个人灵修 甚至小组茶经都有帮助 如果大家愿意每天花十分八分钟和我们一起茶经 相信你会更深刻的认识主 更健成爱主 和更加紧紧的跟随主 没错,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恒心 林斌,今次我们打算查哪一卷圣经呢? 在开古之前,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在全本圣经里面,包括新约和旧约 你觉得最容易揭中的是哪一卷书呢? 我相信是诗篇 它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卷书 总共有150篇 嗯,那今次我们就查诗篇吧 根据调查,诗篇还是最多人用来朗诵的圣经书卷 其实以色列人最初编辑诗篇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神的子民用来众读的 他们在圣殿敬拜神或者上圣城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都会读诗篇来赞美耶和华 不过我发现在诗篇里头有很多篇是适合用来祈祷的 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赞美诗的重点在于赞美神的属性和祂奇妙的作为 亦都包括祂的大能 至于感恩诗,祂的重点就是诗人感谢神 垂定祂的祷告或者拯救祂 所以当他们去到圣殿的时候会向神献上感恩祭 同时亦都赞美神 所以当他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 心灵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到神的面前 那个人祈祷师和团体的祈祷师又是有什么重点呢? 个人祈祷师主要是当诗人遭遇患难的时候 向神献上哀求的祷告 祈求耶和华神答救祂 除掉祂的痛苦 至于团体的祈祷师 多数都是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 所有的人同心合意向神献上祷告 祈求神拯救他们的国家 林斌啊,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诗篇总共有150篇 相信不是每一篇都是大卫写的 我说得对不对? 大卫写了将近一半 总共有73篇 另外,所罗门王写了两篇 摩西写了一篇 其余的就是阿撒写了十二篇 可拉的后裔写了十篇 希曼和以探每人写了一篇 后面这四个人 即是阿撒、可拉、希曼和以探 都是当时专业的音乐家 专门在圣殿崇拜的时候写诗歌的 加起来都是一百篇而已 那还有五十篇的作者又是谁呢? 我们之所以知道作者的名字 主要是根据每一篇诗前面的标题和注释 至于其他五十篇 因为前面没有标题和注释 又没有知名作者是谁 所以就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写的了 不过因为以色列人所创作的诗歌 主要是受到大卫王的鼓励 所以我们相信大部分的作品 都是在大卫王在位的时候完成的 哦原来是这样 大卫王不单止勇敢又有智慧 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和音乐家 大卫敬畏神又愿意亲近神 所以多些读他的诗篇 可以造就我们的灵命 这个亦都是圣经里头的诗篇 和一般人所写的诗歌不同的地方 一般人所写的诗歌 大多数都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感情 而且诗篇的诗人 主要就是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 林斌啊 你刚才提到每篇诗前面的标题注解 告诉我们谁是他的作者 我看到有些标题注解 中某某某某的写了很多其他的资料 标题注解里面的资料 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或者和大家归纳一下 他提供了六类的资料 第一 他会告诉我们知道 那篇诗的作者是谁 第二 诗篇的类型 不如我们就跟着个次序 看一下诗篇不同的类型 紫山帮我们找出来 好啊 看一下先 我在诗篇的第七篇 看见《流离歌》 《流离歌》这个名字 只是在这里出现过 它的意思是激昂奔放之歌 所以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 就要慷慨激昂大声去读 嗯 明白 咦 第十六篇是金诗 金诗那个金 整卷诗篇总共有五篇金诗 他们都是大卫王写的 那什么是金诗呢 它真正的意思不是那么清楚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说 它有借概的意思 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五篇金诗 就会发现 他们大多数都是有关大卫祈求神保护他 脱离险境的 我见到诗篇的第三十二篇 是《训练诗》 诗篇总共有十三篇训练诗 《训练》有次教的意思 教人要正借良善 怎样过敬虔的生活 诗篇里头第三十八篇 是《纪念诗》 诗篇有两篇纪念诗 都是大卫写的 纪念诗是在奉献圣殿的时候用的 至于它的意义 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我又看到诗篇第一百篇 是《清借诗》 有人认为 《清借诗》是当圣殿喜好 老百姓排到入圣殿敬拜的时候 所唱的感恩歌 听过后来 当犹太人在会堂敬拜神的时候 差不多每一次都会唱这首诗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发现在诗篇的第一百二十篇是上行之诗 诗篇总共有十五篇这一类诗 由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四篇都是上行之诗 古明诗二 上行就应该是向上行的意思了 耶路撒冷起在石安山的上面 当以色列人去圣城过节的时候 都是要上山的 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这几首诗歌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上行之诗了 听说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这些诗是以色列人由秘鲁之地 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唱的 你说得对 第一百二十篇的标题除了上行之诗之外 也都叫做登阶之诗 登阶就是上台阶的意思了 在圣殿负责敬拜仪式的是利美人 他们由妇女院入圣殿的时候 邀上十五级台阶 每上一级就会唱一篇上行之诗 那我就明白了 难怪这十五篇上行之诗都不是很长 如果其中一篇好像第一百一十九篇那么长 利美人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唱得完 那一级台阶就有时间走了 第十五篇上行之诗排在第一百一十九篇的后面 其实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安排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管理人去爱慕神的话语 而那些去圣城敬拜神的人 如果是抱着乐于遵行神话语的心去 就必定蒙神越纳 圣经的确是神感动人写的结作 神不单亲自向这些作者默示祂的说话 就连内容怎样编排都有神的灵指引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 同样需要祈求圣灵的帮助 带领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才行 芷珊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今集讲了很多诗篇的背景资料 都应该等弟兄姊妹消化一下 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 下一集再跟大家研读诗篇 好 弟兄姊妹 下集见 弟兄姊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